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可以配合甚至像德州组来进行用来做钓 另外甚至像做精细的钓组 倒钓钓法也可以穿卷氧区 所以卷氧区的用途真的是非常的广泛 尤其是在有流水的地方或者脱钓的时候 尾巴扇动的非常的具有挑途性 所以卷氧区也属于一款打地面广 然后诱惑力超强的一款软耳 卷氧区它的中文叫法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习惯的叫法 英文一般我们叫的比较多的把它叫 grab 这个叫的是最多的 另外一个有的直接叫 twist a tail 就是尾巴缠到一起的 还有一个叫法也可以直接叫就是 curly tail 这是大家平时习惯叫的英文的叫法 虽然我去那个它常见的这个样子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最常见的 这是一个单tail的 单尾巴的 另外一个呢还有的像是这种 两个尾巴的 也有哈 也有两个尾巴的 还有朝下的还有像这种就是 看看到哈 这个是朝两边的 这是卷的哈 这样子 另外一种呢有种的像这种 是这个实际上它是叫一 现在大家叫的这个都是T尾 这个是类 属于是类卷尾区的这个像T尾 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 还有一种像我们见到比较大的 这个swimming worm swimming worm 这么大的一种 这个也是属于像这个卷尾区的一个系列 接下来呢我和大家这个演示一下 卷尾区在座料中的几个常规的穿法和调阻 像第一个哈 我们比较常见的 就是用这个激个头配上这个 这个卷尾区 好 一般的我们这个卷尾区呢 其实它的size有大有小 还有这个钩子呢 有时候选择呢 有大有小 一般情况下呢 拿到这个钩子以后 和这个卷尾区 这样比较一下 看 最好这个卷尾区的头 看到这个卷尾区头正好要顶着这个 GIG HEAD的这个头这里 另外呢 这个穿出来的这个地方呢 最好是要在这个尾巴的 看尾巴的这个白尾的这个 脚这个地方 穿起来 所以一般呢 在穿的时候呢 要比较一下 要选择适当的这个size的钩 和这个卷尾区搭配 一般穿的时候 穿的时候 穿的时候 先把卷尾区拿着尾巴 是这个朝下的 第一步穿出去 然后从这个尾巴的这个顶部 这样穿出来 好 然后做 然后再使劲 塞的顶住这个GIG HEAD 像这样子 就算这个穿好了 非常的简单 和容易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也是昨天一个余友提出来的 他这个就说是这个尾巴 到底是应该传的朝下 还是应该传的朝上 因为在我以往的视频里面 我有像老港那集视频 以及像Crappy用耳的视频里面 我都有给大家其实也演示过 而且我也放过这个图片 就像封面的这个图片一样 是说的是这个尾巴朝下是正确的 尾巴朝上 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 好 这里我就跟大家来聊一下 为什么卷尾区在配合GIG GIG頭钓的时候 要把那个尾巴穿的朝下 我们知道GIG掉 不管是拖的这个GIG掉 还是那个挑抵GIG掉 还是那个垂直的GIG掉 它的核心呢 实际上是主要是在于 这个GIG頭能带着这个软耳 在这个自由下落的时候 让尾巴形成的这个 泳子的这个大的这个摆布 来对于构成这个诱惑 这是这个GIG掉的 应该说是它的那个核心所在 如果说把这个尾巴 第二个就说 如果是把它尾巴如果穿的朝上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在下落的时候呢 它在下落的时候呢 它这个摆布呢 就没有像这个尾巴穿的朝下的时候 这样子摆布这个剧烈 幅度和大 另外一个就是在 如果说你的尾巴如果穿的这个朝上的话呢 在那GIG的时候 包括在你脱掉的时候 在你那个 尤其是在GIG的时候 往下自由落起的时候 包括这个在跳底的时候 这个尾巴呢 这个很容易 就会这个 这样就挂到这个沟上面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在这个 这个下落的时候呢 它会这个 如果尾巴朝上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在下落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尾巴呢 会和你的线 这个形成这个 这个纠缠 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 另外一种呢 像我们看到的是 这种卷尾曲的哈 它是两个尾巴的 这个呢 这是两个尾巴的哈 像这种卷尾曲呢 一般穿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 可以看一下 直接把它 从这里 把这个两个尾巴这样子放平 这样 从这个 两个尾巴中间 这样 这样 穿出来 就可以了 它是这样一个 一个尾巴 它是这个 做这个 swimming的这个 这个钓法 较多一点哈 如果说这个 作为这个上下 这个垂直 它也还可以 用它两个尾巴呢 它是 是像 它是像两边这样 这个 这个卷曲的 好 卷尾曲是不是 所有的卷尾曲 在穿的时候呢 都是 像这个 穿的要尾巴朝下呢 也并不是 也并不尽然 如果你在 配合这个 得住 吊足 吊的时候 你要是把尾巴 穿的朝下呢 可能就 就不行 配合得住吊的时候呢 得住吊足的时候呢 穿的时候呢 也是尾巴朝下的 看一下哈 这样 穿过来 因为它有一个 在穿上来以后呢 它有一个 转动的姿势 这样子 然后呢 好 就这样子 但是我的这个耳哈 我只带了一个来 他觉得小 好 所以说那个 作为得住吊足 吊的时候呢 这个卷尾曲的尾巴呢 好 应该是朝上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 还有那个卷尾曲朝上的呢 还有是这个 配合 这个 倒吊 吊足的 这个穿法 实际上这个尾巴朝上 直接这样 穿过来 就可以了 这作为倒吊吊足的这个 吊法 所以说得住吊足和 倒吊吊足的这个 卷尾曲的穿法 应该是尾巴朝上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用的 比较多的哈 像这个呢 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的哈 叫它这个 看到了哈 叫这个 T尾的比较多 这个呢 也是一个 实际上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雷 卷尾曲的一个 一个软耳哈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像T尾的哈 大家都比较知道的 就是穿的时候呢 这个T尾呢 这个尾巴 也是这个 朝下的 也是朝下的 但是我也看到了哈 有一些 特别大的 大的一些大神 他们把这个尾巴 也有这个 穿的像这样子 朝上的 哎 穿的这个 朝上的哈 把这个 无论是作为这个 Trailer呢 还是 作为GIG哈 它有把尾巴穿的朝上的 这个 大家有时候有兴趣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搜一下看哈 说这个效果也 也不错 把这个尾巴穿的朝上 这是我介绍一个 好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种 就像这种的哈 这个 长的这个 swimming的这个 worm 这也是一个 巨型的这个 绝尾区 这种绝尾区呢 一般 一般是用来 那个 swimming的一个 所以穿的时候呢 一般呢 还是如果配合这个 G格头的话呢 还是应该 把这个 他的这个尾巴 好 应该穿的 这样子 朝上 就脱的时候 这个效果比较好 每次说到这个 G格头加卷尾区 或者说看到 就是看到这个 钓组啊 都觉得非常的亲切 为什么呢 像我的这个 路亚开始学路亚钓 就是从这个 G格头加这个 卷尾区开始的 基本上我们 蒙特利尔的这个 鱼有哈 学路亚钓 基本上都是从这个 老港开始的 在老港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 G格头加那个 卷尾区 这个钓组呢 这个在我们蒙特利尔 这个 钓窝来 堪称那个最经典的 一个最年价 最简单 操作手法也最简单 穿起来最简单 但是诱惑力也是最大的 一个 雕组 所以说这是在老港 这个 钓窝赖 这个首选 它也是非常的适合 那个 新手 那个上路和练手 大家可以这个 还没有钓鱼的 这个朋友 或者想开始 路亚钓的朋友 就可以从那个 G格的家 卷尾区 开始 好 今天视频就和大家聊这么多 希望在以后的这个节目里面 会有更多的这个鱼友 能够和我留言 和我提意见 就你们关心的问题 跟我提出来 这样的话 我也能做像今天一样 更富有针对性的一个视频 和大家分享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